来,这一题 它叫我写出下列各数所有的因数 还有什么数 好,为什么要先讲直数 等一下你就了解了 第一题 小朋友,15的因数有什么 1 1嘛 好 好,所以 第一个,15的因数有1乘 15 还有一个叫做3乘5 好 注意听哦,注意听我这句话 在因数里面 也是直数的 就叫做什么数 直因数 再一遍,又是15的因数 又是直数 就叫做直因数 所以15的直因数有3 跟5 OK 我没有写国字了哦 第二个,36的因数念给我 1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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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 2乘 2乘 8 3乘 12 4乘 9 6乘 6 6乘 6 没了 没了 好,所以它的直因数有2个 来,第三题 42 念给我 1乘 42 2乘 21 3乘 14 6乘 7 好,所以它的直因数 2 3 还有什么 7 好,谢谢 最后一个 66的因数 1乘 66 2乘 33 3乘 22 4有吗 5 6乘 11 所以它的因数有 2 哦,直因数啦 直因数有 2 3 11 懂了齁 所以直数为什么重要 这一题你就知道了 因为直因数 必须要会直数 那后面的直因数分解 我们也要知道直数 好,这是这一个小部分